點火的這個開啟的這個工程 對 喔呦 四安打了耶 這一棒還是車普邊穿得出去 今天表現還行 還可以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落後了嘛 當然我們就是想辦法想要贏 所以心態上就是想不能輸嘛 就是上了場就是要想辦法贏對方 昨天又輸了一場 今天又更要贏嘛 因為輸了就什麼都沒啦 對 所以就是想辦法要把比賽都給贏下來 阿力有告訴我們說就是 昨天也是一場球衣嘛 就算輸了 我們今天也是想辦法準備好 還是要面對今天的比賽 我們就是輸了就沒了嘛 所以就是想辦法在每個環節啊 然後都給他做好 然後贏球的機率也就會提升 自己倒是有點壓力 就是上了場就是 就是想辦法專注在每一個當下 然後就是有讓自己比較可以快速的調整好這樣子 因為也經過了兩次的台灣大賽嘛 雖然說在場下看 那時候在場下看學長的時間比較多 但是今年就是好不容易有自己有這個機會 因為到了學長上就是把就是練習過 練習的東西發掘到學長上 然後想辦法把它表現到最好的場次 什麼都沒講啊 就讓它自然發生這樣 那你說背水戰其實這是遊戲規則嘛 還沒打之前 我們就先已經輸一場了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昨天輸一場 今天已經一場基本上是拼手的概念 但沒有關係 不管它的遊戲規則怎麼樣 我剛剛也有跟他們講 就是上了場就是積全力 可是我覺得也不用太 太去想後面我們應該怎麼做 應該去想的是當下我們怎麼做 這才是更重要的 就像我常常跟他們講 你今天回去想幹嘛 你就做原本的事情 你幾點睡覺就幾點睡覺 也不用因為明天要打什麼重要的比賽 去做改變 對就是按部就班 去把每一件事你想做 你該做的做好 這樣就好 當下你只要進的全力 不管我們輸10分20分30分 我就覺得只要盡力 那就沒有問題 沒有任何的疑惑 對